陳文倩還是一張牌嘛 不管他是選真選假的嘛 但是他不差哦 是一張牌 他甚至跟比聖志人好哦 他知名度又高 我認為如果是陳文倩搭郭台銘 我認為深藍都會被他吃乾麻鏡 中間藍也會被他吃乾麻鏡 而且侯友宜的盤可能要再疊 因為藍君事實上是吃陳文倩這張牌 我的意思是說文倩姐 你要幫忙就幫到底了 沒有牌的時候 所以你現在在拱陳文倩啦 沒有牌出招嘛 你沒有牌的時候 你不能亂找 亂找來不及了